準神暴飛龍 超迷音中沛叫聲登場後 開口閉口就是 神獸閃電鳥 晚年轉業 賣齊的雨傘改開 邪漢勞工妙蛙種子 天天加班打工 使用招式累到破音 哈囉大家好 我是CING 相信我不少觀眾都曾在網絡上看過幾隻爆笑的中沛寶可夢叫聲 他們往往不是有著像在罵人的諧音 就是公然配音翻車現場 因此會給人超級深刻的印象 超好笑的片段也變成了寶可夢迷間特有的一項迷音文化 今天的寶可夢回憶錄就要來整理出幾個 我個人認為夠經典、好笑、超迷音中沛橋段來跟大家分享 但在此之前我也要強調一下 這邊我所指的好笑真的就只是對於該片段 認為他們會讓人會心一笑 不是在嘲笑甚至是貶低的意思 相信大家也知道其實在中文配音方面 不論資源或者人才 中文配音員都是相當吃緊的 那這些專業的配音員們 常常要一人分事多角 甚至是要同時兼任訓練家跟寶可夢 才能為我們帶來耳熟能詳的各式動畫作品中沛 我對他們是抱持著敬佩跟感謝的 希望大家笑笑之餘也不要忘了片段背後 這群辛苦的配音員們 先來就讓我們開始今天的影片吧 Let's go! 在影片開始之前 請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以追蹤最新的寶可夢回憶錄 另外本頻道的會員機制已經開始 有興趣了解的朋友 歡迎用電腦版YouTube到本頻道的首頁點選加入 看看各種會員福利喔! 那說起寶可夢的配音可能不少觀眾會想說 不過就是一個叫聲為什麼不照搬日文就好 其實原因也相當的簡單喔 在日版動畫中 每一隻寶可夢的背後 都還是有找來生優 替他們進行獨一無二的配音 他們的叫聲也都是有著人聲版權的 重新配音的中文版 除了皮卡丘有被指定不能換叫聲以外 所有其他的寶可夢都必須要有自己的叫聲 解釋完中沛必須重新配音的理由後 現在就讓我們來看看幾個 我自己認為太經典的中沛橋段 那第一個要提到的不免書 還是要搬出我們的閃電鳥大哥超迷音的叫聲 時間點在XY&Z動畫中 當小智等人遇上了傳說神獸三神鳥之一的閃電鳥時 雙方展開了一場激烈的戰鬥 此戰同樣也是小智的王牌之一 風浮進化為櫻波龍的回合 但是這場戰鬥中我們高高在上的神獸閃電鳥叫聲卻是這樣的 超像什麼魚閃電的廣告 其中一聲 還直接閃到差點破音 讓不少觀眾直接破防大笑 而這個超迷音的 會放在第一個介紹 是因為這個經典的 成為了一個契機 讓不少寶可夢迷們開始發現原來寶可夢的中沛有這麼多好笑的片段 但這邊有一個讓我很疑惑的點 因為在寶可夢的世界中 有一隻寶可夢就叫做閃電蜥 說起這個叫聲不應該是由他發出嗎? 在閃電蜥的中沛他的叫聲是 難道說是因為電系老大哥閃電鳥都 叫聲已註冊 所以禁止小弟閃電蜥抄襲他嗎? 而提到的閃電鳥也不得不提一下 同樣身為三神鳥之一 火屬性的兄弟火焰鳥 在XY動畫中同樣有他的登場 因此也會同樣有他的中沛 有了剛剛XY的經歷 相信大家對於火焰鳥的叫聲 應該是會跟我以前一樣 認為他就是火焰火焰 你錯了 火焰鳥的中沛居然是 哇跟高齡峰唱歌一樣 應該有不少觀眾聽到後面差點燃燒起來 那明明一樣是神鳥 怎麼XY用的是兩套叫法呢? 那我也產生了一個疑問 在寶可夢旅途動畫中 三神鳥的第三隻成員 極鬥鳥他是會出現的 到時候出現的極鬥鳥 會不會比照火焰鳥 直接把叫聲變成 讓小茂等人第一眼見到的時候 可以大聲的喊出 如果真的這樣子配 旅途會直接成神 直接出圈 那看過神鳥的中沛後 接下來我們要看的 明英中沛 是初代的御三家們 應該有不少觀眾是早就看過的 但就當個複習 一個是我們小智的妙蛙種子 在一次使用飛躍快刀的時候 可能是因為平常太過操勞了 居然是在使用的時候 直接喊到破音 而跟妙蛙種子一樣 所以初代御三家的傑尼龜 同樣有著心酸畫面流出 在傑尼龜初次登場 與小智等人經歷冒險之後 小智問起傑尼龜 願不願意跟自己離開 乾脆一起走吧 傑尼龜 此時傑尼龜的回答 傑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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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竟然累到破音 可見平常在傑尼龜軍團中 這隻傑尼龜過得有多心酸 然而同樣是初代御三家的小火龍 叫聲卻是相當正常 是這個樣子 難道小火龍連叫聲也是優待族嗎? 那看完初代的中沛之後 我們來看一下比較近代的幾個 迷音叫聲 也是最近許多人分享 在前陣子Pokemon Evolutions中 第六話 許願 一下子誕生了許多迷音叫聲 那名列準神的暴飛龍 居然在這集特別片中 變身為髒化產生劑 面對強大的裂空座 可能自己也覺得蠻不妙的 在這場戰鬥 暴飛龍是不斷的喊著 想必當下要打神獸他有多不爽 透過這一聲聲的 傳達給了觀眾 而在這集中 同樣配音起來脾氣火爆的 還有我們的巨找怪大哥 一樣在面對神獸列空座時 完全不給人家面子 開口閉口就是在罵人家 巨找 完全不把對面神獸放在眼裡 巨找 估計敢這樣子罵列空座 巨找 除了巨找怪以外也沒別人了 在這集裡面其實表現最上進的 也不是主角列空座 而是這隻博士可多啦 居然是在戰鬥中 都不忘記要有考博士的志向 博士 一邊打架一邊喊 博士 超像什麼正在考研的大學生 考前瘋狂撕吼 如果哪天研究所 不知道要用什麼廣告招生 可多啦 絕對是你最好的選擇 而一集短動畫 就網羅了三個迷音叫聲 也讓願望這集成為了Evolutions中 相當有代表性的一集 接下來我們看到在寶可夢日月動畫中 同樣有著幾個十分有趣的宗沛叫聲 而第一個要提到的是在日月中 相當有代表性的寶可夢 畫皮寶可夢 迷尼Q 原版動畫中寶可夢的叫聲 多半會分為兩大類 一種是像召喚地球超人一樣 喊出自己的名字 另一種則是依據寶可夢的外型 讓它發出適合的叫聲 原版動畫中的迷尼Q 就是以後者的方式來決定叫聲 它是會在畫皮底下發出Q的叫聲 十分符合幽靈屬性陰暗的設定 在宗沛動畫中 迷尼Q的叫聲卻改成了 以前者方式決定叫聲 會變成發出 迷尼Q 這種叫聲 它還會拉長音 因此對聽習慣宗沛的我來說 第一次聽到迷尼Q 叫聲被爆改 自然特別的深刻 而同樣讓我印象深刻的 還有同在日月中的好壞心 因為它本來就有著一個 超容易讓人記住的搞笑名字 結果在宗沛的叫聲 還會發出 這種叫聲 聽起來真的有夠壞壞 而且一直喊著 真的只光聽聲音的話 會以為是在看嘎頭還是怎樣 目前最新的動畫旅途 也有一部分是宗沛了 那白海獅的叫聲 超洗腦超有魔性 聽過一次就難以忘懷 從此看到 以上是我整理出來的幾個 令我印象深刻的宗沛橋段 真的有好多多少經典 是笑完還會繼續洗腦人的那種 那不知道大家對於我提出的 這幾個宗沛迷因 有著怎麼樣的想法呢 還是你有想要分享的宗沛迷因呢 都歡迎在留言區告訴我 喜歡這影片的話 麻煩按一個喜歡 也麻煩訂閱我的頻道 不要忘記打開小鈴鐺哦 因為訂閱了 不見得會跳出通知鈕的新影片 想要追蹤我日常生活的朋友呢 歡迎來追蹤我的IG 那麼我們就下支影片見啦 掰比 謝謝大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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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謝謝大家